破碎是为了好好的重建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阿摩斯书第九章 这一章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 先知预言了天父对以色列的审判与复兴 虽然阿摩斯先知说话的风格总是比较严肃 但他的心意仍然是为要帮助我们 看见天父的慈爱与怜悯 让我们一起来读阿摩斯书第九章 阿摩斯书第九章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 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 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 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 无一人能逃避 无一人能逃脱 他们虽然挖透阴间 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 虽然爬上天去 我必拿下他们来 虽然藏在加密山顶 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 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 我必命蛇咬他们 虽被仇敌掳去 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 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 降祸不降福 主万君之耶和华摸地 地就消化 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 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 如同埃及河落下 那在天上建造楼阁 在地上安定穷仓 命海水浇在地上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啊 我岂不看你们如古石人吗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领菲利士人出加斐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吗 主耶和华的眼目 查看这有罪的国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静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出令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 好像用筛子筛骨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 灾祸必追不上我们 也赢不着我们 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魏倒塌的账目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 像古石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胜的 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低下田角 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诚意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角 修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 他们的地上拔出来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亲爱的朋友 在神的心意里 破碎并不是为了毁灭 而是为了修正不好的部分 然后好好地成建 我们的生命会有许多软弱的地方 需要被调整 被修剪 但相信神的心意 是为了要恢复你 使你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哦 所以鼓励你 即使信仰的路上 有时充满挑战 也有许多挣扎的时刻 但相信神 必赐给你力量和怜悯 祂也会永远陪伴着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恢复我 医治我 输我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声明祈求 阿们 恭喜你读完了阿摩斯书 你真的很棒哦 明天我们要读的 俄巴迪亚书 非常短 只有一张 但是相信你仍然会 大大感受到神的大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